哈喽大家好,我是李飞白 主播孟非一直被网友称为正义使者 他经常会对游戏中的违规行为进行举报 直接提交给王者策划评判 不少大主播甚至职业选手都会找孟非帮忙 然而孟非这样的正能量主播居然也陷入了诈骗风波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有人在网上爆料孟非诈骗的全过程 对方声称是王者上登工作时 其实就是带恋 在跟孟非商务合作时 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收到押金和退款 于是采取了法律手段 并向虎牙平台寄了律师函 在去年9月的时候 爆料人希望在孟非的直播间 挂一个王者上分工作时的广告 当时谈妥的价格是每月25000块 加上押金5000元 孟非还答应每天口播推广一下 可孟非直播时 把带恋广告的字体缩到了最小 而且也没有口播进行推广 最终只挂了20多天 孟非就以要跟他人合作为由 把广告四次下线 剩下十多天的费用和押金也没有退还 于是该爆料人就不满意了 之后双方数次沟通 孟非都以没大工资为由拖延 最终爆料人选择了报警 还把事情发布在各大论坛增加热度 在报警后 孟非的微信支付功能已经受到了限制 但从爆料人的信息来看 孟非确实有很多不妥之处 之后孟非对此事进行了回应 直接说这是造谣 连微信聊天记录都是软件生成的 孟非也声称自己报了警 后续会有律师去处理 那么小伙伴们相信谁说的是真话呢